請黃偉書一諮詢 尋到時間三十分鐘 主席還有各位大家好 我們請院長 副院長請備詢 謝謝你 主務院長提醒我 所以一定要跟你說 父女節快樂 謝謝 院長我今天有幾個議題來救教你 就是說有關於我們這個促產條例要落日 那麼這個優惠的那個稅租的這個優惠的落日 我們稅會增加多少 請問這個稅你認為你要 應該有1800多億 1800多億嗎 對 但是這1800多億還沒有入貸 已經分配了 包括我們的個人綜合所得稅 已經減了幾百億 對 我現在請問你就是說這個錢那個 1480幾 這個錢如果是你你會怎麼使用 這個是一個稅收嗎 對不對 如果促產條例 落日 這1400多億 你會怎麼使用 可以收回的稅 你會怎麼使用 我覺得現在的分配也算正確 現在是怎麼分配的 其中大概 營所稅有降低嘛 那個 不是 也要付800億的樣子 然後 綜合所得稅大概300多億 還有兩種 三百多億 這樣錢就是這樣賢的 那我希望你看一下我們紅色圈起來的 就是說這個 我們落日以後省下來的稅呢 都用在財團跟富人身上 表面上我們看到 對不起喔 那個部長 我沒有叫你發言 請你不要打斷我的話 這個 這個綜合所得稅 或是調整這個扣除人 都也是有錢人受益比較多 不會 那個你這個就我們不用在這裡爭 數字會說話 都是用在富人 那我要簡單跟你講 就是說 在這裡面呢 為什麼 我們平常我們的稅收用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會在各部費 分配的 合理的來使用 但是呢 今天我們這樣的一個分配 這樣的一個分配 沒有一毛錢 是用到社會福利 沒有一毛錢用到教育上面 我們的國債那麼高 也沒有曾經想過要來還國債 然後呢 今天你們做了這樣的一個分配 我們的結果是什麼 就以我的領域來講 我們的結果是 我們有很多很多社會福利的計畫要進行 但是呢 我們的政府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國庫困困 我們的財政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沒有辦法執行這些業務 一個兩億多人的這個社工人員不足配置的計畫 到現在還沒有一撇 今年甚至沒有編預算 我們的兒童津貼是總統競選的承諾 在一月二十七號 必須要三百六十億的兒童津貼 也是說沒有裁員沒有辦法做 長期照護六百億 每年大概六百億的經費 我們呢 也沒有辦法用稅收來做 我們呢 說要開辦保險 然後呢 要用什麼 要徵營業稅 我們呢 全民健保每一年 根據我們的署長每年虧四百億 但是呢 我們要用另外的 調高保費的方式來進行 這些種種加起來齁 種種加起來 包括健保費 也不過是一千三百多億 我們的這個落率又一千四百多億 我今天並不是說這個前民都要這樣來分配 但是呢 為什麼沒有一毛錢 進入我們的社會福利 或是我們的教育裡面去 兩點報告 是有的啊 我們在個人中和所得稅的扣除額裡頭 那個 就是有教育方面的扣除 另外 八百多億就算是獎益 這個 這個 所得稅的減免是有繳稅的人才有受到這些幫助啦 所以 收入越低的人他所受益越少 今天呢 這些弱勢的人 收入低的人 他就是靠社會福利 靠社會福利 對 今天 長期照顧 這個條例齁 我跟你說啊 如果你的六百億 你有六百億送到殘勢照顧 我們就不用再開辦這個保險 今天受益是全體的人 他今天沒有繳費 但是他要繳長期照顧的匯率喔 他不一定要繳稅 社會福利的相關的法配套裡頭有考量到嘛 沒有 你沒有錢嘛 你沒有錢就不能開辦嘛 長期社工人員兩億的錢 你都跟我講你沒有錢做 產業歸產業啊 你產業總要 這個稅收並沒有說是產業的啊 這個稅收是每一個人 產業繳的稅 人民繳的稅 都是進入到我們的國庫裡面 以至於是我們做我們的年度預算 你不能把這個錢 全部回復到產業去啊 獎勵企業 他賺更多錢 還賺更多的就業機會 繳更多的稅 這是很好的策略嘛 店長不是這樣子 我們呢 分配完畢完剩下三百億 你們就說這個要用產創 產業創新條例 對 這個產創啊 我們其實到底知道 到底要鼓勵哪些產業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的方法 再生能源條例 生技新耀產業發展條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農業發展條例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發展官方條例 科學人區設置條例 促進民進參與公共建設法等 這些條例都已經有優稅的 這個租稅的優惠 研發 還有人才培訓的獎勵補助等等的 跟這個產創的內容 是幾乎是一樣的 那這裡面難道 沒有疊償嫁屋之嫌嗎 你剛剛講說那個福利 社會福利有其他的法 其他的法是要有錢的 但是今天你今天的稅收裡面 不分配給他就沒有這個錢來做 但是你今天有這麼多 其他單法在促進各種產業發展的時候 你們又去用了一個 產業創新條例 然後又把這剩下的最後的三百億 就丟到那裡面去了 謝謝 這個是不合理的嘛 因為促產條例要落日 各個產業都提到 我們國家的產業遭遇到 金融海嘯的奇奇 元氣未富 所以需要有一個獎勵創新的 可是我們已經有各個 有各個的單法 在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嘛 但是那些是對觀光 對各種貿易不保 不是啊都有啊都有 那鍾小切 現在這個是對整個 我剛剛已經全部念給你聽過了 不分傳產不分內需 作文科技業 我跟你講 你這裡面呢 不斷的重複用在 某些這個 補助上面 這裡面已經很多了 比如說你們在這裡 你們的這個 產業創新條例裡面 是 這個條文跟其他的法條 也有相似的 也有進合的 這裡面我們覺得齁 你們應該好好的去檢討 究竟我們有沒有設立 這樣一個產創的必要 因為其他的有很多的法 都已經有規定了 而且是重複的規定 就我了解齁 疊床嫁屋的問題 我希望我們不要白白浪費 這個資源 我知道 謝謝你 其實你們做了半天的促餐 那麼企業 產業 二三十年享受我們這些租稅的優惠 及等等的補助 但是今天要落日 這些產業呢 這些財團呢 他沒有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感謝國家社會的支持 讓我們在過去能夠免稅 以至於現在長大成人 反而說 如果你們不繼續再給我們免稅的話 不再給我們出稅優惠的話 我們就會失去競爭力 我們 就揚言要出走 我想這個在媒體上你也看到了 是不是 有沒有聽到這樣的話 中間有一點出入啦 沒有出入啦 這大家都挑的就是這樣 一邊是我看你講還是這樣講 郭董事長他不說 不說不跟議員就要出走 他說如果我們的這個產創條例 獨會外資 那個是 那個是鴻海的 那個是鴻海講的 我講的另外的人 我講的另外的人 所以也持續競爭力 我要講的是說 享受了國家二三十年的租稅優惠 還會沒有競爭力 這樣標記我們的政策是創的 養一個小孩子養到大 不但沒有感謝父母親 還說你再不繼續給我錢 我要揚言出走 他原先也沒有 這樣的人 我覺得呢 我們的這個促進產業神級 這中間恐怕就是因為有一點誤會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誤會 前天 前天 前天以後 店長 你不用替他說話 因為你不是他 我們從媒體 我從他個人在電視上的發言 我聽得很清楚 我本來也有一點點誤會 後來前天談過以後 發現他沒有惡意 他沒有惡意 他原先的意思是說 希望設了那個三十條 可以鼓勵外商的企業 或者偶國 在外面的企業能夠拉回台灣來 店長 那你是看到跟我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嗎 你他的節目你有沒有看 所以我就說你 你了解的跟我們了解不一樣 那你這個店長怎麼能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呢 我知道他最新修正過後的觀點 並沒有那個誤會在裡頭 但是那是因為引起社會很大的反彈了 你至於才講那樣的話 那這個產業如果這麼沒有競爭力的話 那我們幹嘛一直要協助他 那如果是已經有成了 我們幹嘛還要再繼續支助他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 我們的產創法律 要不要讓 希望我們的政府 好好的檢視 跟其他的單法 促進發展的這樣的一些條例呢 好好的來整合一下 好 沒有這樣就做了 另外就是說這個三百億 我可以承諾 我讓他檢視相關的 單型的法規法律 跟這個產創條例有沒有重複 如果重複進和或者抵觸 我們來做做修飾的工作 另外就是說像這樣的一個 這麼小的一個社工人員配置兩億 我們什麼馬上關懷做得很不好 各種這個社會福利的 或是對老人照顧做得不夠好 跟人力不足很有關係 院長 今天的預算裡面 拜託你們要把這個預算編進去 我們做得到嗎 請你做成果 我答應你一百年我們編進去 一百年的預算 今年連明年實施的預算 這兩億多 我答應編進去 我覺得我們地方的政府 社會工作的人力 你不給他充實 社會福利不容易落實 我命令你來編進 至於我還是要再強調 這是一千四五百億的 這個租稅的這個 增多出來 是大眾人民的錢 所以應該用在各個不同的部位裡面 如果說不是全部平均的分配 但至少也要有一部分進入社會 或是教育的這部分 所以在這裡面 你們在 對於這樣 目前這樣的規劃 還有三百億還沒有進去 我希望我們能夠再做一個調整 好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對於這個全民健保的部分 我要來 就是說請教一下 就是說有關於這個全民健保的部分 那麼最近說要調整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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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調整 調整比較好 因為健康是調整 你覺得保費越來越低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嘛 那我們就誠實的講 不需要包裝嘛 好不好 上次您在這個 電視上有這樣的一個發言 就是說 要調整保費的時候 要解決要價差的問題 要堵塞所謂 要價飛動 黑洞的問題 不要去講這個事情 這已經做了 有成績了 所以我才敢講 對不起啊 好我再接下來講 這個草長這我可以理解 那但是在開圓的時候呢 我們對於節流有沒有配套 這是你講的部分 有的 那你們現在呢 就是寄出一個所謂調高這個 廢基的級距 還有就是差別匯率 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用差別的匯率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嘛 所以希望是說用有錢能多付費 這樣的一個 訴求 得到我們社會的支持 跟認同嘛 但是齁 你們 提出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有點要欺騙人民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怎麼會欺騙呢 我們今天你說要讓 有一個人 付比較多這樣比較公平 但是我要問你 就是我們六類十四目的徵收廢基 這個是不是要檢討 他公不公平啊 如果二大健保會比較公平 但是這個不是現在討論的嘛 對 現在我要討論 你們講說跟有錢人爭受比較公平嘛 我問你 今天 平均薪資高於勞工的公務員 為什麼他的費金是93% 他們比較高上嗎 這個齁 公立中學的老師 他不用繳稅 他也是93%的廢基啊 所以我說你這個六類十四目 你要不要去檢討啊 你不檢討 然後你就冒然就說 我就是要真有錢人的 可是這不是真的有錢人 不好問你 所以為什麼一直要推二代健保 就這樣嘛 你現在就推二代健保 你不要用這個 中間這個奇怪的一個方案來嘛 還有你告訴我是有錢人 什麼人是 什麼叫有錢人 我們朱立倫副院長 家裡有很多的房地產 這叫有錢人嗎 要不要扣他比較多的這個 健保費 二代健保就是要朝這個方向 照股票 房地產賺錢 一個月賺數十萬的人 他有沒有受到你這次改革的影響 這是賬保費的影響 這一次不是改革 沒有 這一次不是改革 這是依法嘛 你這次賬保費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有錢人的錢 有沒有 沒有嗎 不是最起碼 他就沒有 他就資本利得 你就賺不到他 你就靠不到他 他的費 保費嘛 但是也請您了解一下 另外 這次雖然有些有錢人 沒有在致富額當中 長得很多 但是他因為他有雇用很多人 他無形中 雇主的負擔 其實也負擔 其實雇主是另外一回事 我現在講的是 那些 你們所謂的有錢人的定義 事實上很多大咖 都在這個中間 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在你們提出來的 另外就是說 你一直告訴我們說 你要用差別匯率 然後又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法律沒有規定 我不可以做啊 所以我就做了 但是 我們的全民健保法 第十九條 只有說你們可以有 怎樣的集聚 費率的上限 他 沒有告訴你 你可以有權利 去做差別匯率 我們的行政法 法規的標準法 第五條說了 有關於人民的權利義務 應該要法律定制 這是法律保留的原則 所以那個六趴 不是說你沒有定 那個六趴 他是說你可以定的 他是說你可以做的 一定 要法律規定的你才可以做 今天差別匯率呢 在我們的法裡面 並沒有規定你可以這樣做 以至於你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的所得稅法 就是一個差別匯率 那個哪一階層 哪一個集聚要扣多少法 都是在立法院通過 才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 今天我們 講這個所得稅法 用差別匯率 他還有一個精神 比如說 他有一些基本的 生活的扣除額都扣掉 以後你才把那多餘的 拿來做差別匯率的征收 你今天健保費 是要用一個絕對的薪資的額度來徵收 我現在請問你一個問題 一家四口 如果只有一個人賺六萬塊 跟一家四口 有兩個人再賺三萬塊 以你這樣的一個差別匯率來處理 公不公平嗎 但是如果不用差別匯率 那更糟糕吧 那你是 你修法 修法好了 我們就來處理 但是修法好 他都漲就糟糕了 不可以這樣說 今天一家四口 他一個人賺六萬塊 他生活很困難 你要一個月再叫他 多四百幾塊 但是另外一個 一家四口 夫妻賺各二賺三萬塊 他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這個是問題 你今天要修法 我今天還講一個精神 就是說 我們用差別匯率 都是用家父所得在算 而且把這個東西就是說 他把他基本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條件 都處理掉以後 剩餘的錢 才做差別匯率的 差別的匯率來處理 不是拿絕對的薪資來處理 也絕對薪資去做事情 絕對有問題 全世界也沒有人 都是國家的社會 保險是用差別匯率的 是不是請您告訴我 今天所得稅的差別匯率 你沒有把一個人基本的生活 他需要的費用 做差別匯率把它處理掉 這是不道具的 基本上是不好的 我們會把這個 後來研究 我們也清楚 各國 都是最主要用薪資 我知道 但是他不是用差別匯率 差別匯率 差別匯率有他的先決條件 不是用絕對薪資的值來計算 黃委員 你現在有一點矛盾 你有一點矛盾 你有沒有薪資 你又說要用中所得 沒有啦 這個不是要你講 我要跟你講 你不可以用這個來做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這個 社會保險就是沒有差別匯率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要用絕對的薪資值來算 是絕對不可以的 另外就是在節流方面 我想院長已經也歧視了 這節流很重要 但是院長您剛剛講說 這個 要加黑洞的問題有解決 為什麼要用什麼時候有解決 我們本去年 不好意思 我們把尼龍武做要價調查 對 前面兩年的調價調查是 要價的這個差是17、18% 但是再過一年以後 民國大概是91年吧 檢調介入以後 我們的要價差呢 馬上誠實的呈現出來 是27、28% 到現在 我們邀請檢調來協助 對沒錯 結果就是27、28嘛 但是全 但是我們的外國 我們的要價差齁 差不多是10%到15% 我們的是27% 我們沒有解決那個問題 我們做了好幾年的要價差 我們沒有解決要價差的問題 所以如果 可能沒有要價差 如果 如果 反而會要價比較高嘛 因為醫院就不會去努力去 這個去抑價嘛 我們就因為 但是沒有解決那個問題嘛 我問你 才能夠把要價往下調 我問你 我們要價差26、27% 合不合理嗎 我們已經 合不合理 不是合理的問題 又沒有解決 好那我現在在我講 我幫你解決我們劍馬的問題 我幫你解決劍馬的問題 來你不要再說 我幫你解決劍馬問題 我們這個產創的這個條例 300億 我們現在劍馬少一年少400億嘛 這個300億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價差 控制在15%以下 我們一年又多出一百四十幾億的錢 加起來就四百多億 你的劍馬問題就解決 不用漲價 那個產創那個 不用漲價 所以產創 所以我說 這個疊強家務的產創是不是需要嘛 不需要嘛 就是說租稅的部分是不需要 我那邊喔 減一百多億的要價 可是醫院這邊 他明明就少了這一百多億 那他就是要把 醫院沒有少一百多億啦 不好意思 我們過去就是因為多支付了這個錢 所以我們才會變minus 我們才會變minus OK 你今天我們 把這個錢拿回來 拿回來 我們剪了要價以後 就應該趕快去補那一年的洞 而不是把它放到下一年 又多更多的錢出來 你應該去補洞啊 然後你的洞就那麼大啊 那我現在講說 好你今天要價差 如果每年控制在15% 省一百四十億 再加上產創的三百億 四百四十億 你就不用賬保費 如果那樣做 我那個三百億 我這是 那當然你要不到 我也知道 我們不一定要得到 但是呢 如果 那邊映住一點的時候 你們這邊不會這麼欺慘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一千五四五百億的落日 裡面的錢 為什麼只拿到 富人的口袋裡面去 好接下來我再請 就有關於這個環保的議題喔 來就叫 來請教這個 我們院長喔 這個中科三期的環評案子 我想你大概經過有些委員的質詢啊 你大概有點清楚啊 但是呢 又不是很清楚 對 因為他是九十五年齁 在禮拜二的時候 田秋菁委員有質詢 對 那當時呢 環保署長就提出說 九十八年的這個 財生制第一百四六號裁定 認為說 法院的見解是 支持中科三期 不需要停工 那是九十八年的一個裁定 十二月三十一號最高行政法院 有這樣的一個裁定嗎 那個時候的裁定 是因為我們一月二十一號的 最後的定案還沒下來 所以還沒有定案的時候 他認為你不停工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一旦定案 撤銷了我們那時候第一 接的這個環評的時候 這個故事就不一樣 我想這你比誰都沒法啊 那個定案的是講說應該要做 大概是健康風險的評估 大概九十五年 當時的政府漏了做這一項 不是政府漏了這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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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漏了這一項 我沒在聽你說 抱歉 主要是 行政程序法 那個院長 副院長 我沒在叫他講 拜託他不要講 因為我在他的報紙上 跟他們在這個新聞的廣告 我已經看到很多的回應了 不好意思 請你讓我把話講完 署長 拜託你先不要發言 那個是在 還沒有定案 二審沒有定案以前 做下來的這個財事 所以呢 當我們二審定案的時候 我們 就應該要遵循 這個 撤銷這個 環評的這樣的一個 判決啊 去做一些處理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在同時 您又告訴田委員說 因為花了很多的錢 所以不能夠停工 我想這個不是一個好的理由 我講的不是這樣子 是 我三月二號我也答應齁 要請 國客會同環保署商量 就停工與否的事 再做最後的協商 好 因為這個案齁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 嚴肅的案子 九十七年二月 環保署提出上訴嘛 最高行政法院是九十九年 一月二十一號 判決上訴駁回 就是您提的 所以今年一月二十一號 人們判決之後 你就要 某種程度上 政府對於法院的判決要遵循 但是呢 我們的環保署呢 就在這個時候 一月二十八號判決書還沒有下來的時候 他就開了一個因應的會議 那我們也很 很認同說 趕快去召開這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做出來的決定呢 竟然就是說 在解釋上面跟很多法律界的人的見解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你一旦被人家判說你這個 無效的時候 應該是致死無效 以至於你沒有這個執照 照理講不能夠再繼續動風嘛 這是我們一般人的見解 那我也同意說 大家見解不一樣 可能會有些問題 但是我要講 今天這個 一月二十八號開的這個會 是一個 沒有 沒有 效力 或是沒有 讓人家不能夠信任的一個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會議資料來看 我們希望知道 到底是誰參與人家的會議 做出那樣的一個解釋 但是呢 與會的人 不願意 不願意公開他們的姓名 今天你有 你願 你今天敢去參加那樣的一個會議 做出那樣的一個解釋 結果你不敢背書嘛 就表示說他在背書的時候 可能承受某種壓力 可能是 受人委拜託 所以做出那樣的一個共識 不敢承擔的一個共識會議的結論 我們要不要信任 所以呢 我在這裡要拜託院長 就是說 今天對於 這個行政法院 判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判例 應該要重新擴大 召開一個會議 來討論因應的對策 要擴大啊 不能請一些律用學者啊 等等的來 幫你們背書嘛 你要讓人民去信服 你要講出一套道理 這裡面法界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要在這裡面好好的溝通 去讓人民相信 哪一個是對的 哪一個是錯的 好 黃委員謝謝你 因為這個案我也很謹慎嘛 九十五年 大概四年前啦 四年前的事 那現在我們處理起來 我們院內已經開過一個會 認為說這次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九十五年這個案 他是依照大概行政程序的那個上頭 找出他沒有做有關 健康風險的評估等等 而不是走環評這個法的系統 所以應該實質上 並不涉及要停工的問題 不過我三月二號已經答應過 田委員對我指教的時候 我已經請國科衛跟環保署 願意再就這個事 是不是停工 需要停工與否 再做一次會上 我想這是 我也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因為畢竟我們也希望 產業能夠順利的來進行 但是呢 如果國家有國法 如果說 我們的政府 對於行政法院判決出來的東西 不願意去遵循的話 那這是給人民一個非常 壞的示範 另外呢 更糟糕的是 我希望 就是說我們不要再看到這樣的東西了 環保署在 各大報紙 登廣告呢 去批評 我們的行政法院 這個判決是 沒有效用的 沒有意義的 破壞現行 環評體制 請問齁 行政團隊 這個率領 在各大報紙 登這個廣告 你覺得恰當嗎 去嗆我們的行政法院 這樣恰不恰當 要求複審的理由 這個可能是 這恰不恰當 要求要複審 這要求複審 你不能講人家是 無效用啊 無意義啊 這是一個分析的結果 今天破壞環評體制的人啊 今天因為環評體制有問題 所以人民才會去提起行政術院 術院不曾提起行政訴訟 這個是人民 對於他的權力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把關的機會 你竟然講他這個東西是 沒有意義的 沒有效力的 那我問你 人民不都 大家就都 都 我們沒有政府 這個是沒有政府狀況 從保障也跟自由 我們連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政府都不執行 旗官也有一些 言論表達的自由 有自由 但是並不是像這種語言 也有自由可以講話 但是 要自由講話可不可以用溝通的方式 還這樣霸子 互相嗆的方式嗎 未必要用登廣告 這個錢 人民不想出 這個錢拜託你 從你自己的特別費拿出來用 他還是因共 他還是為環保署 沒有為環保署是很不當的行為 這個是不當的行為 或是不當是見仁見智 為什麼見仁見智 我剛才給你問過 我問你這樣可以嗎 你跟我說這樣對嗎 他與法並無不可 與法並無不可 當然 與法並無不可 今天我站在一個 我們的憲政體制之下 我們來談這個東西 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敲當 他因為要去提 副審的要求 你去提副審 你就去提副審嗎 你有報理在報紙上 嗆我們的行政法院嗎 他在報紙上登就是想跟 政務是這樣 政務他自己的角色 跟他的倫理 但是已經請他這個廣告 不要再登 當然沒有辦法再登 你也已經全部登過一次了 你要再登幾次 然後呢我們有環保署長 非常的小氣 只要是民間團體呢 有提出意見的時候呢 他都要另外再回信 陸罵人家一頓 我想這種東西 盡量賣啦 你也要環保署 當然有你的立場 但是呢 民間在發言的時候 他們有他們的看法 就讓他們自由的去發言 不要子民代性的 蛤